为了参加明天赵王的公演 向少龙特意置办了一身新衣 现在还差一个代扣 他随手选了一个 等待店家客上自在来去 可这个代扣偏偏也被乌廷方看中 为博美人一笑 连近江价钱从五倍十倍 一路加到二十倍 店家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已经卖给了别人 客官 金钱并非万能啊 不过没钱就万万不能 大小姐 既然这位大爷那么喜欢这个代扣 那你就用二十倍的价钱卖给他吧 况且这位大爷 卫博红颜一笑 我总不能让他和这位美人失望的 那就谢谢四百钱大爷 连近被狠狠宰了一刀 但他表面仍然不失风度 还邀请向少龙一同吃饭 连近有意试探向少龙是否愿意寻找民主 可向少龙还是喜欢自由自在 不像连兄里这么胸襟广阔 可以找个主人啊 跟进跟出啊 被狠枪一口的连近丝毫不受影响 饭菜上齐后 向少龙把盛饭用的竹片削成了叉子 美美的吃起了西餐 向少龙进食的方法真是别处一致 听说未开化的男蛮子也是这么进食的 唉 我们中国的男方是用筷子 用刀叉这种进食方法呢 是西方国家才会用的 听到向少龙满嘴跑火车 吴婷芳差点笑出了声 因为吴家就是来自西方秦国 根本不用刀叉吃饭 就在这时 对面的一个公子正在调戏梁家父母 吴婷芳让连近出手教训这个狂徒 可连近却说 不清楚的是最好别管 向少龙见状愤然起身 却被逃方一把拦住 向少龙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一招泰山压顶骑在了公子盘身上 然后把他的脑袋当成花盘 不停地浇水 公子盘实在受不了了 只好大声求饶 痛痛快快出了这口恶气 吴婷芳觉得眼前的银贼 总算做对了一件事 可做好事未必就有好结果 因为得罪了公子盘 店家也不得不把那个 被调戏的女子给辞退 其实那位姑娘 只是让公子盘欺负一下 又或者 道歉求饶那就没事了 如今她失去了工作依靠 可能会饿死街头 又或者 会被迫被人卖到酒色场地 那她的命途 就更加悲惨了 向少龙也开始意识到 这里终归是封建王朝 必须尽快适应这的生存法则 第二天 向少龙一身华服 陪同欧宝主参加公宴 在等待召见的时候 向少龙尿急想去上个厕所 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 毛房在哪 一直走转左再转右 穿过走廊 厨房旁边就是毛房了 一直走 转左再转右 穿过走廊厨房旁边就是毛房 你能耍我吗 臭太爷 向少龙找来找去 感觉越走离毛房越远 就在这时 一名宫女为了抓兔子 差点掉进狐狸 幸好向少龙眼疾手快 一把将她揽了回来 这人便是后来让向少龙觉得 亏欠一生的赵国公主 赵妾 现在的她穿着一身宫女的服装 向少龙以为是救了一个宫女 并不知道她是公主 第一次被男人揽入怀中 而且还这么英俊潇洒 不禁让小倩胸口的小鹿乱撞 虽然贵为公主 但她却从未踏出宫门一步 就好像一只龙中的金丝卷 她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唯一让她快乐的事情 就是听好闺蜜乌亭芳 将宫外的去闻 而且这次的故事中 还多了一个可恶的银贼 银贼 哼 这个银贼啊 卑鄙无耻 另一边 赵王的公宴正式开始 可没想到 这场红门印差点让向少龙丢了心 到底公宴上发生了什么事 关注 解听下回分解